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诈骗集团的干案手法层出不穷 那柔佛警方上个星期四 突击新山维利社区内的三间住家 倒破了投资诈骗集团的大本营 并逮捕了19名 年龄介于16岁到38岁的嫌犯驻查 柔佛总警长古马表示 警方调查之后发现 该集团在今年2月开始云印 那使用社交媒体的工具 比如Telegram 微信还有TikTok等等 扮演不同的角色 包括客服还有金融顾问 向本地及外籍人士 推广线上的虚假投资 警方同时也在现场 起获了双语版本的五天聊天剧本 里头是详细的揭露 怎么样跟受害者建立信任 到诈骗的整个过程 警方揭露当骗子锁定目标之后 会先跟对方聊天来博取信任 包括向受害者示爱 那最后才游说对方去投资 一步步地把对方拉入诈骗陷阱 目前警方还在调查受害者 被诈骗的金额走述 柔佛警方倒破诈骗集团大本营 柔佛总警长古马今天早上召开记者会 展示他们在行动中起货的多台手机 手提电脑和双语的对话脚本 古马表示 诈骗集团租下由保安及维力设施的住宅单位 充当他们的呼叫中心 并通过社交媒体如TikTok 微信和Telegram接触受害者 用技巧性的引导 让受害者加入不存在的 高回酬投资计划进行诈骗 古马强调 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存在 没有风险又高回酬的投资 一旦民众接获类似的讯息或来电 应该第一时间停止通话 万一发现自己被骗了 也要第一时间拨打国家诈骗应对中心 997热线阻止交易进行 而不是等报案之后才拨打有关热线 那个时候已经太迟了 网络骗案越来越猖狂 财政部副部长林慧英就嘴出 根据国家诈骗应对中心的记录 从去年的1月1号到12月8号 线上诈骗所造成的损失金额 高达13亿4千万令吉 那一些诈骗集团更是猖狂到 冒用政府部门的名义来行骗 导致国人因为担心被诈骗 而不愿意接银行的电话 那间接的损害了民众 对银行体系的信任 也让银行跟顾客的沟通变得困难 林慧英说 他将会跟国家银行商讨 采取行动 打击诈骗活动的同时 也要恢复银行的声誉 重建国人对银行系统的信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